嘿,大家好,这里是麦克云科棠,我是修康 本来我们这里分享麦克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我将分享如何使用苹果电脑自带的启动转换助理 也叫做Bootcamp,来跟你的电脑安装Windows双系统 整个步骤和流程非常简单 首先点开左上角的苹果logo 关于本机,在存储空间里面查看是否有足够的磁盘空间来安装Windows 最少需要40G的空间 如果空间不足,安装会被系统终止 然后回到盖栏,查看你的机型 2015年以前的机型安装Windows 需要准备一块最小容量16G的U盘来制作安装盘 如果是2015年及以后,系统版本为ELCAPTIN的或者更新的机型 不需要U盘,系统会自动处理好 在确认好自己的机型和容量后 接下来是下载64位的Windows印象文件 你可以在微软官网下载,不过经常需要下载一整天 也可以在ITLU这个网站下载,速度更快,种类更多 如果对这个网站的操作不熟悉,可以参考我之前做过的仪器教程 磁盘印象下载完毕后,点击系统排 其他,打开启动转换助理 点击继续 系统会自动找到刚才下载好的Windows印象文件 然后拖动这个滑块来调整Windows和MacOS磁盘分区的大小 这个分区一旦确定,除非删除整个Windows不然是无法调整的 接下来点击安装 电脑首先会自动联网下载驱动 根据网速从5分钟到半小时不等 下载好以后会开始分区,然后重新启动 如果是使用U盘安装 打开启动转换助理以后,步骤会有些不同 分为三步 制作Windows的安装U盘下载驱动,然后分区安装 简单来说,系统会把Windows印象文件和联网下载的驱动合成到你的U盘里 制作成一个Windows的系统安装U盘 重启之后会进入Windows的安装程序 一路点击确认和下一步就好 暂时没有序列号也可以跳过序列号的输入流程 如果你使用的是U盘安装,在这里有一步很关键 需要找到这个被指为Bootcamp的磁盘 点击格式化,再选择这个磁盘才可以进行下一步 Windows安装结束后会再次重启 设置完毕,进入系统 还有最后一步就是安装驱动 点开文件的资源管理器,找到此电脑 然后进入OS10 Reserve的分区 打开Bootcamp文件夹,运行Setup 所有的驱动都会自动安装 如果你使用的是U盘安装 那么这个驱动就在你的U盘里面 找到Bootcamp文件夹,运行Setup 完成驱动的安装 安装完成后还要重启 重启完毕后,通过启动转换入里 安装Windows的全部流程就完成了 你可以在系统托盘中打开启动转换 进行一些设置,比如键盘触控板的设置 还可以选择默认的启动系统 在Mac的拼号设置里面 也可以选择启动磁盘来修改默认的启动系统 你还可以在开机的时候快速的按住Option 来手动选择进入哪个系统 最后如果你的Mac已经不需要Windows 删除它非常简单 备份好Windows里的资料,进入MacOS 再次打开启动转换助理 然后它会一键式的帮你删除Windows 并且把磁盘空间都收回到进了MacOS 彩蛋时间 你在使用U盘制作Windows的安装镜像时 可能会遇到系统提示存储空间不足 这个提示并不是因为你的U盘容量小了 而是因为MacOS默认使用FAT32来作为U盘的格式 但是后面的Windows镜像 它有些文件单个大于4G就导致无法写入 而让Mac报错说是存储空间不足 你需要使用最初始的2015版的Windows10的镜像来制作 就不会遇到这个报错的问题了 好了本次教程就是这些内容 如果你感觉节目对你有帮助 希望你能为我点个赞 谢谢 谢谢